应该也是结束 那就是苗栗大普汉宣腾多时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更一审 认定内政部违法征收判决败诉 内政部也在班晚做出了决议 他们不提上诉 乔家琪同时指出 大普案是过去土真法没修法前 程序不够严谨所造成 内政部愿意致歉 但是不再提上诉 也已经跟行政局长江一号报告过了 江一话表示 尊重